那么大家好啊 欢迎双美一节目啊 先这一集啊 咱们得讲个硬事啊 因为你看我一直说嘛 马斯克非常急嘛 他急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会被换嘛 那你看现在他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 是吧 接受了这个知名保守派啊 媒体人凯尔森的访问啊 那么他在访问当中说啊 说如果哈里斯击败了特朗普 我可能会面临险境 是吧 万一特朗普输了 就会有人对我进行报复 这是很有可能的啊 那么他担心如果哈马斯 如果哈里斯获胜呢 民主党会针对他的公司啊 那废除美国通信规范 呃法第230条啊 那么这将导致啊 这个X破产啊 那么他们会试图起诉 X公司起诉我 是吧 这个就是他讲的道理啊 那你问怎么看呢 马斯克讲这个话呢 实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马斯克这个人呢 非常的幼稚啊 为什么呢 有些东西呢 不是能够讲出来的 对吧 为什么我说这个 你要看怎么看这个规则 如何去理解规则 对吧 规则到底是什么 是吧 当你去理解规则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突然发现 那人人呢 都是需要按照规则的方式去运行的 对吧 所以马斯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突破了规则本身 是吧 因为美国呢 大概每10年呢 要推出一个明星 这个明星是什么 是一个做 把公司做成资产化的一个 这个明星吧 因为美国需要资本市场嘛 所以资本市场的话呢 美国多少年推一个 美国多少年推一个 那么这个呢 就是你的义务 是吧 那么在前身的话呢 你也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毕业盖茨啊 乔普斯啊 是吧 这些人都是 包括黄仑勋 对吧 你看黄仑勋的话 现在看得很清楚吧 人家已经套现离场了 对吧 这个是人家的规则 这些东西 你问怎么看呢 把你架起来 不是让你觉得爽的 是吧 是让你尽这个义务的 就跟索罗斯和巴菲特似的 索罗斯 为什么叫做 做空的这个古神 对吧 巴菲特为什么叫做做多的古神 说白了 你在这个位置 你就要做这件事 说白了 大家能捧你 捧你出来之后的话呢 你去干事了 对吧 巴菲特呢 进行价值投资 做多的时候呢 他买进 索罗斯呢 他负责做空 是吧 那所以呢 这种古神级别的人物呢 其实他是整个规则的产物 对吧 那么对于马斯克来说的话呢 你是一个什么 你是一个媒体商业的 这种大亨 那作为一个大亨来看的话呢 那你就做好你的大亨 对吧 你踏实做大亨 我觉得这东西本身 没有什么毛病 对吧 因为你做大亨嘛 对吧 他只是干你的事嘛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很 可以说很正常的事 是吧 但是问题是 你现在要干嘛 你现在要跨界 你要跟这套规则说不 那么咱们呢 还是讲道理 就是说为什么 最后人不能饶你 是吧 不是因为好或坏 是吧 好或者坏啊 太初级了 就是老乡绅 为什么叫老乡绅 对吧 老乡身 得负责平事 得负责扶危机困 对吧 那么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扶这个危机 这个困 对吧 说白了 比如说你这个股价 已经经过十来年了 已经给你炒高了 你的公司的资产价值 已经上来了 对不对 那么好了 问题就是如果这一次 不换了你的话 仍然使你的话 那么再过 比如说十几年 你的公司市值要到多少 如果现在比如说 两万亿的话 那将来没准再涨十倍的话 你就要到二十万亿了 那你一个公司就顶一个国家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大到不能倒 甚至怎么样 你就不能跌 因为你跌了的话 整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对吧 那如果整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整个游戏都不能进行了的话 那到那个时候 说白了 你就阻碍了整个系统的发生了 对吧 当你阻碍了系统发生的时候 那你说这个社会还怎么去玩 对吧 这个社会说到底还怎么去运作 对吧 那这个社会这个游戏就没法运作 所以说白了 为什么要换你 为什么别人都接受 这个被换 就跟谁似的 就跟武则天似的 是吧 武则天呢 一般的 是吧 通过这种所谓后宫干政啊 所谓的这种 女性干政的事啊 不是只有武则天 比武则天强的 对吧 比武则天这个状态好的 有很多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人人都只做到这一步 是吧 做完之后呢 就归正 他不再往前做了 为什么 因为做了也没用 对吧 你武则天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姓武 你不姓李 对吧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你到底是要将来归正给李氏 是吧 还是你要给这个武氏 如果你给这个李氏的话 那你归正给李氏 那你弄这个 这个王朝干嘛呢 对吧 你比如说什么刘娥啊 甚至什么孝庄啊 是吧 甚至这个这个这个谁 呃 吕后啊 这些人 他们在历史当中的能力非常强 而且你仔细看历史 很多代历史 一般皇帝小的时候 这个后宫都是要干政的 那么到一定岁数了 最后就怎么样 就归正就还政嘛 对吧 别人都不来跨这步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最后要归正 如果你归正给对方的话 那么你闹腾 闹到什么呢 对吧 你看得很清楚 没必要闹腾 那么第二种的话 你就不归正 如果你不归正给对方的话 那你传给了这个武士的话 那说白了 你就造反了嘛 对吧 那李氏就灭亡了嘛 所以最后在这个 他们这个折腾之下的话 李氏的贵族被大肆的杀伐 那最终虽然说啊 神龙政变 把这个武则天给击败了 对吧 最后又丢立了这个李隆基啊 但在李隆基的时代的时候 他能够用的人 是吧 实际上已经很少了 后来为什么会出现暗史之乱 就是因为最后造成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武则天打破了这个潜规则 对吧 完了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结局是把整个武士 是吧 和李氏的这些人都打乱了 都打乱之后 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那不就是国家的衰败吗 那现在对于马斯克来说也是一样的 对吧 你马斯克不想被换 你说了 我就跟着这个特朗普 那好了 我为什么这个又制呢 你跟着特朗普 咱就说特朗普能赢啊 这一次特朗普选举 选举赢了 对吧 给你无上的荣光 你在这个时候越强越猛 是不是 将来你就越惨 为什么 因为他最多就还能干四年啊 对吧 因为说白了呢 你呢 是一个南非人 对吧 按照这个选举法来看的话 应该你是不应该 不应该能选的 对吧 其实很难选 那说白了 你倒向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谁 川普 那等于说白了 你跟他合作在一起 那你更没有推动 对不对 人阿富汗的名言叫什么 叫你有手表 我没有时间 那对于老乡身来说的话 同时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您就是 您叫风光 您也就是四年的风光 四年之后呢 这地球不转了吗 对吧 所以未来到底谁的人多 永远是民主党那边的人多 为什么 因为美国越来越贫困 美国越贫困 最终站在民主党的人这边就越多 对吧 你越折腾 最后造成的结果 就是这个结果 到那个时候 等民主党最后赢了的时候 你怎么说呢 对不对 折腾这四年 要是给美国折腾垮了 你怎么说呢 对吧 当然了 对于个人来说的话呢 先保王权 后保王朝嘛 对不对 我对于我来说 我想 我想当一时的弄朝儿 我更想当一世的弄朝儿 对吧 甚至我想上火星 是吧 当个火星大总统 对不对 这都可以 你怎么想都可以 但问题是呢 你想了 那这个社会的话呢 会给你一个反过来的作用力吗 对吧 你做完那个事之后 别人会给你一个反的作用力吗 对不对 那你这个反作用力的话 那你就是能不能承受得住呗 你能承受得住 那当然什么都可以 那你要承受不住的话 那你也什么都 你也就好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嘛 就是马斯克为什么 他一定要站出来 他一定要拼这一枪 对吧 他们要干嘛 他们不想被换 甚至比如说扎克伯格 扎克伯格这样的人也一样 对吧 这个所谓元宇宙 其实没搞成 对吧 当初元宇宙搞得特别好 没搞成 而且你看啊 现在包括这个什么 呃 苹果搞的是Vision Pro 是吧 这个妹的话 也是搞了一点劲 是吧 快他吧 叫什么 就那个 那个其实搞得也很一般 所以说白了 脸书 他们为什么 一定这次要站在川宝那边 他们要闹这个事 为什么要闹这个事 他们不想被换 因为马上就要换了 下一届的这个明星就要出来了 对吧 自动驾驶方面啊 这机器人方面呢 这些明星都要上来了 对吧 这些明星上来了之后 他的目的是什么 告诉你一开始 这是一个初创公司 然后通过把初创公司炒作 炒作十年之后的话 最终比如炒到两万亿这种价值 就是比如现在有美股七侠 那么将来的话呢 再给你整个七侠 再给你整个五侠 就这个意思 把那个五侠的公司股价炒大 那样的话呢 股票的价值 自然价值才能变大 对不对 人家玩的是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按照这个游戏玩下去 才能玩 如果不按照这个游戏往下玩的话 这游戏就已经玩不下去了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炒作 美股七侠 是吧 他所谓的市值都已经快超过中国GDP了 好像差两万亿吧 最高的时候那会儿 对不对 那你想如果过十年 让他们翻十倍的话 甭说翻十倍 让他们翻两倍的话 那他们的 他们的股票市值就已经是多少 就已经可能是指几十万亿 你想七个股票就值几十万亿 一旦他崩下来的时候 那对于美国来说 这游戏怎么玩 这游戏怎么去控盘 甚至我说句实话的话 别人 你让别人相信你 怎么相信 对吧 你怎么去讲这个神话故事 你讲故事让大家相信 就是美国人一直在输出的东西叫什么 叫梦想 这个梦想是什么 并无所谓 对吧 输出梦想 靠梦想来怎么样 来形成这个所谓的博弈 对吧 所谓的梦想 是让人能相信 梦想能够怎么样 变成一种现实 是吧 梦想照亮现实 梦想照进现实 是不是 梦想照进这个游戏规则 对不对 那这个游戏的话呢 你们怎么看 怎么去玩 怎么去做 对吧 大家跟着这个游戏去玩 等于说白了就是 如果美国不换掉你们 那么美国就从了造梦公司 变成了直接的资产公司 那一旦变成直接的资产公司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必然要跟投资者说一个简单的道理 那就是凭什么继续投你 对吧 你得把凭什么继续投你拿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拿的出来 拿不出来 对吧 这个是马斯克必须回答的 马斯克的特斯拉到现在 是吧 基本上出了就这几款车 没出新的了 而且现在马斯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他的这个机器人 现在遭遇了困境 知道吧 那你的这个机器人能不能被市场选中 对吧 你的这个擎天柱 能不能够最终得理这个成功 这是不好说的 如果有一个公司 他就上来了 他就硬瞧硬码的 就是比你强 那美国捧不捧 美国如果捧你马斯克 继续捧马斯克 不捧这个公司 那么在未来的产业上没有竞争力 如果别人愣捧这个 不捧你 对吧 那说白了 资本市场直接把你打败了 那美国的资本市场就要内耗 美国的资本市场就要内战 那到底是捧这个人 还是继续捧马斯克 他们之间就要强博弈 那这个博弈本身就要内耗 对吧 说白了呢 马斯克想拯救自己 这东西无可厚非 但是问题是 你拯救自己的这个行为 让别人耽误了别人的事 对吧 那你拿人钱财 如杀人父母 你挡别人的事 最后别人会怎么回报你 那这个东西你也是 必须要挨着的 对不对 是这个道理吧 就市场这么运作 都这么运作 你看黄尔勋 现在人家套现离场 对吧 这些东西该变的都该变了 整个游戏都完事了 都说这个要什么 要走 那如果你呢 你比如说你继续在你的科技界 在你的这个资本市场也好 或者在这些地方玩也好 都可以你现在往哪玩呢 你现在是往政界玩呢 对吧 如果你往政界玩 让你玩成功的话 那么以后对不起 美国游戏规则要变了 就是美国的规则叫什么 叫游说 什么叫游说 财阀和政客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关系呢 不如说好 但相对来说比较融洽 完了呢 他们还需要这个平台 和需要这个格党 这个格党叫什么 叫K街 对吧 就类似于这种东西需要前客 为什么需要前客呢 因为前客的出现呢 是告诉大家 就是双方的交易 双方的博弈 并不是由双方直接来进行的 而是有一个平台 用这个平台来把它们隔开 那这样呢 这个游戏大家可以玩 这个游戏大家可以玩 你也玩 我也玩 他也玩 人人都玩 人人都按照这个游戏玩 对吧 那这个游戏的话呢 是可以玩得下去的 明白这个意思吧 那这个游戏对大家来说的话 就都不坏 现在的问题是 你要把所有的管道全打通 由你自己来玩 你把整个的游戏都要废掉 按照按照你的游戏去玩 那这个游戏的话 你说行还是不行 对不对 一旦让你玩通了 一旦让你玩成了 那么以后不需要K街 不需要这些平台 只要我有钱 我就买媒体 买了媒体 我就进入到游戏规则里 我进入到游戏规则里 我就玩 对吧 那最后的时候听谁不听谁的 没有吧 所以说白了呢 呃 美国呢 有了一天也很正常 咱们也讲道理 为什么呢 马斯克是谁培养出来的 是这套游戏规则培养出来的 所以就是这么讲吧 就是这套游戏规则一直在培养人 完了 那每一次培养出来的人都可以稳定的接受这个游戏规则 对吧 说白了就是打假赛似的跟打假的似的 是不是 到了差不多的时候 就是一说打假的你就输了 输了呢 你就安全下庄 下了庄呢 你就黄金降落伞 拿了黄金降落伞呢 后边的事你就全完事了 对吧 就没你事了 对不对 你愿意拿钱过日子也愿意怎么着怎么着 随便 对吧 你开心快乐都行 对吧 但问题是呢 你不 你不服 对吧 你说不行 我不服输 我现在不但不服输 我还要上台 对吧 我上了台之后的话呢 我还得嘶嘶嘶嘶 我还得跟你们说 对吧 而且他接受这个卡尔森采访的时候 作为媒体来说 媒体当然是愿意问他话了 他说什么都行 对不对 对媒体来说 因为这个话是你说的 他不是我说的 对吧 你最好说出来那种最劲爆的 最爆炸的话 我才高兴呢 但作为媒体人来说 不就是这样吗 那问题是 对于马斯克来说的话 为什么马斯克 是吧 就把真话给说出来的呢 就他觉得 如果这次他不赢的话 他就会被人给绊掉了 对吧 他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 那我问你啊 你说出这句话之后的话 那你的意思就是 你一定要赢 那你一定要赢 你赢完了之后的话 那你上来之后 你要什么 对不对 你要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说呢 就说 他们这么玩呢 将来就是自己 自己水里也就好了 你能永远玩这游戏吗 嗯 你能永远去玩吗 我跟你讲实话啊 现在语数科技的这个 机器人九万九 喊出口号九万九 你那个机器人 大概得十几万 那么你的功能 你的水平 有没有这个语数这边强 对吧 有没有中国的机器人强 这不好说哟 如果你的机器人 有中国的机器人强 你还能说话 知道吧 就跟当年苹果 跟中国手机似的 现在在中美科技战当中的话 一个形式正在发生改变 你看啊 中国在过去玩这游戏的时候 美国人玩手机的时候 中国人都没资格玩 对吧 人家摸拉拉一个电话 世界改变了 你说喂 打个电话 跟你聊个天 在广场上拿着一大颗大 聊了一天 对吧 那时候中国人只能验线 只能看 对吧 你都没有 你想想人家那边都开始吃手机的时候 是咱这连公共电话都没有 对吧 还使BBG呢 是吧 是这道理吧 那后来的话呢 乔布斯 乔帮主 是吧 他那一代的这个明星上来的时候 是不是 人家呢 拿了iPhone 他就说 哎 我有个iPhone 我有一个小东西 拿出一手机来 说我有一小惊喜 从褲兜里蹲出来一个 对吧 那个时候呢 中国人呢 还玩这个什么什么按键手机啊 小灵通啊 小灵通最有名那句话嘛 唯唯 第三个字就不说了啊 就那什么吧 没信号吧 对不对 还这么玩呢 还按键手机呢 那会还玩贪吃蛇呢 上课玩贪吃蛇 对吧 还基本就干这事呢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啊 你看手机这个方向 苹果给人感觉很平庸 是吧 没看出来有什么真正核心的改变 华为现在拿的是这个三折的这个手机 对吧 完了 这么讲 明 苹果明明是靠科技来玩的 现在他跟你讲 苹果最好的是系统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句话 苹果手机靠的是系统 而不是创造力 对吧 这个话已经说了不少年了 对吧 甚至这东西不是中国人吐槽 你这背后这个相机 改个阵列方式 改个别的方式 对吧 一个微改变 各种吐槽你 这种东西不是说 只有是中国人讲 外国人也在讲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创新力 确实正在下降 对吧 你看得很清楚啊 然后呢 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 你看这个微软 他们拿这个微生pro什么的 也弄不出来 啊不 这个 这个 说错了啊 苹果他拿这个微生pro什么的 也弄不出来 对吧 人家里边啪一下三折手机 甚至说白了 这个折叠屏这个问题 你看苹果一直没追 按顶流来说的话 三星苹果 是吧 这个华为三家都应该对这个高端领域追一追 完了呢 苹果没追 苹果走了另一挂 是吧 玩了微生pro 微生pro呢 现在吃灰了吧 基本上都 对吧 谁玩动啊 那关键问题那那太贵了 如果我说实话 如果谷歌的那个眼镜 啊不 这个苹果那个眼镜 微生pro有这个 妹他那个眼镜那么便宜 那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跨时代的振兴式的产品 现在的话那股热槽没了也就完了 那么问题是这一代的机器人 自动驾驶都已经没什么优势了 自动驾驶这块你看得很清楚 这个武汉重庆现在都跑呢 萝卜快跑 萝卜快跑这件事我知道的时候实际上比这个武汉更早 当时我就说嘛 在驿专吧 北京的驿专那块就有了 更早的时候 呃 有一回我去买这个铁三角的麦克风 完了呢 当时我要的急 我说我自己去取货去 完了去的呢 实际上就是当时这个 这个那边 往那边那个就有一个牌子就写着 就有一个挂这牌子 什么自动驾驶区 是吧 请注意这大哥的 那会儿就已经有 对不对 现在在武汉在重庆已经开跑了嘛 对吧 萝卜快跑嘛 那这个时候的话 中国已经追上来了 说白了是同期的竞争 是吧 人工爱爱这块你也看清楚 中国现在并不差 只是媒体的侧重方向和侧重点在哪 吹了这么久的XGPT 吹这么久什么这个SOLA什么的 你看对美国的核心性改变 其实没有多少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次你没发现吗 AI没有真正带出来真正的水平 为什么 没电 没有吧 就是比如说 AI真正的能力 比如说100 它现在只能给你展现50 甚至只能展现40 对吧 那为什么不能给你展现100% 因为一旦把100%开起来 一旦按照100%去做的话 电就不够 整个这个美国社会的电就不够 你真的想把这东西发挥出来 是吧 就是这路子 就说白了 你买了一个电脑 对吧 你最后真的玩了扫雷 江湖上段子嘛 对吧 买一个高端电脑 人问你能不能玩扫雷 真的是这样的 知道吧 等于是 现在AI的很多功能都被锁着呢 是吧 只能出来玩扫雷 为什么要玩扫雷呢 扫雷就是动力玩 让你看 对吧 整一个跟你对答 整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的话就算还行 算是一个所谓的险学 对吧 能让你感觉到这东西的存在 对不对 真正他的能力要体现出来的话 不是这个 实际上是比这更凶猛的东西 对吧 但是你有嘛 你现在没有 你这电拿不出来 那下一步的话 更可怕的东西就来了 对吧 那基人 基人最在 现在最可怕的是 中美呢 是同台竞技的 对吧 你美国大概是什么水平 中国大概是什么水平 在这方向的话 双方已经没有那种所谓明显差距 所以对于马斯克来说的话 马斯克的问题是很现实的 马斯克如果不把他换了 你让马斯克的擎天柱上 马斯克上来就要跟中国进行残酷的战争 对吧 基人这块嘛 而且你能不能赢 现在不好说 对吧 如果你赢了 当然OK 你要赢不了呢 赢不了你只能拿你这个 这个东西去玩 对吧 你可以说拥顿 比如马斯克的拥顿 想说什么说什么 这我觉得无所谓 对吧 你已经进入了那个状态了 对不对 但是资本家是不会跟你开玩笑的 对吧 你这个投资回报也好 你这个市价率也好 你这个能力也好 最后人家要看得很清楚的 人家投不投你 不是看你 你能不能犯圈 对吧 你调个大雪茄 一说这那哥就OK了 知道吧 吹你这个梦 如果就这么讲吧 你这个梦啊 已经非常的现实了 已经非常的准了 明白吧 就比如我吹一个人 吹张三 上来老约翰 你说老约翰来了啊 老约翰 呦大家好 是吧 那么人们必须要问 老约翰是谁 老约翰干嘛呢 老约翰有一个所谓的神秘感 知道吗 马斯克没有这种神秘感了 是不是 马斯克恨不得 我不说他一个毛孔啊 多让人家看透了啊 他基本上呢 这个大战者 他里的这些方向 都已经让人看透了 所以为什么要换你 换你就是把你换掉 换一个有神秘感的人 让这个有神秘感的人 上来玩这个游戏 那么这个人 他能玩的成什么 他玩不成什么 对吧 那这个大家要看 看得很清楚 出水两脚 出水再见两脚民 而且马斯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上来 你之所以能成是靠别人的 对吧 电动汽车 靠的是奥巴马时代的清洁能源补贴政策 对吧 SPAIRS的话 靠的是NASA 你都是靠别人 其实你的核心竞争力都不是你的 完了 那你现在是把服服从这个规则 对不对 其实玩到最后等于就是捧你的时候把你捧起来了 你比谁都OK 等捧起来之后的话 你跟大家说这个横来竖去的 而且让你换你让你认输你不认输 不但你不认输的话呢 现在你竹筒稻豆子似的 出去讲这些东西 你把别人的潜规则全给人竹筒稻豆子 给人说出来的 完了你要把潜规则变成明规则 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 到底是明规则重要还是潜规则重要 你一定记住永远是明规则比潜规则重要 为什么 因为有明规则才有潜规则 对吧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了明规则 全都是潜规则的话 那对不起只看胜负的 那一旦只看胜负不看别的话 那我问一个问题 你能赢几次 你能赢多少 对吧 你说我能始终赢 始终如何如何 OK 始终如何如何 了不起 OK 我觉得这东西没毛病 对吧 你当然怎么说都可以 对吧 但是你要搞清楚啊 如果你要始终赢 赢不了的话 那这个事可出事哟 因为你要的是始终赢 对吧 他不像什么呢 他不像比如说特朗普 特朗普说了 特朗普现在到底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为了能上台 知道吧 上了台之后的话呢 让万斯特赦他 然后把他家族这点事 全都特赦了 家族的事情 全都特赦掉 完了呢 他就脱根了 他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实际上马斯克 比现在比川普危险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所有的规则 全破坏了 你把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全都给揭开了 你把这些规则 揭开之后的话 你有没有能力填补这个东西 你没有 对吧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你说别人怎么放过你呢 对不对 你把别人的局全搅了 把别人局都搅坏了 那这一次你这么讲啊 下一次如果他甚至能造神的话 那他就更坏 那他就更惨 为什么 你想这一次呢 是你不服 你跟着这个特朗普 那么下一次的话呢 特朗普可能要退 特朗普要退了 下边比如说你看中了一个人 对吧 看中了一个约翰 你把约翰捧起来了 最后约翰当选了 我妈呀 那你 你这怎么说啊 那那你 你是影子将军啊 是不是 还是你是 别人所谓的这深层政府 那你把所有的规则都打乱了 你拯救了你的游戏吗 那你怎么拯救呢 对吧 我没说嘛 你当选的那一刻 对吧 他不是结束 他只是你开始 所以很多人说 你看这 是吧 特朗普上台 你就打脸了 我妈 你打谁脸呢 你上台来做的不好 对不对 你说打我的脸呢 就好像说了 前面有一勾 别往勾里跳 跳勾里腿摔折 你跳勾里了 腿摔折 你说胖把脸了 那不是我说对了吗 这怎么能叫两头组呢 没跟你讲嘛 三个选择嘛 未来中美博弈很简单 现在呢 谈成了 比如以一万这个价格成交 对吧 就跟买房似的 他是卖的 你是买的 他以一万一平米 比如这个价格成交了 对不对 如果川宝上来了 他以一万二这个价格 卖给了中国 那说白了 打胖子脸了 因为人家会卖 人家会经营 会玩 所以我逼着中国 没办法 一平米加两千 对吧 那中国亏了 美国赚了 美国卖了一高价 对不对 这东西我就没毛病 你上来了 天天遮掌 今天弄个打折 明天弄个塑销 对吧 天天整来整去 整到最后 你得玩八千 你打谁的脸 一万块钱卖 你不卖 八千卖 你不败家子吗 对不对 说白了 你们整这个活 整来整去 最后你把价 拱得越来越低了 对吧 你把价拱低了 你跟我说 这东西叫打脸呢 高价卖不卖 然后先低价卖 对不对 这东西说白了 就这么简单的事 所以 整个的这个游戏 玩到现在了 就是 你川宝上来了 你能不能够卖一高价 人家把价都弹好了 比如一万块钱 一平米都弹好了 你上来了 你先加百分之六十的关税 这就比 这就已经要 增加百分之三十五 首先这个 中国肯定就不干 对吧 不干的话 你怎么玩 你说了 按照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走 按照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走 对不起 那叫割让利益 为什么 因为美国 是吧 这个拜登他们是扛着这东西 然后用这个豁免 通过豁免来 否定这个东西 你直接把这个物资卖给中国 通过卖物资来换取这个关税的清零 对吧 问题是 你这么干是可以的 对吧 欧洲人怎么看你 你给欧洲清不清零 你关税战怎么打 你跟这个世界要征收巨大的关税 那你这个征收怎么征收 对吧 然后你要让别人进你的制造业 你凭什么能玩制造业 要店没店 要发展没发展 要行政命令 你跟不下去 对吧 你别看现在啊 这些共和党说的挺好听的 对吧 共和党周围也说的都爱他 爱他如命 真要到了改革 改革改革 那就是动 那就是怎么样 那就是下刀子 对不对 那割肉 革命革命 从来都是先割自己的命 你想要求发展 你先要向世人表明 知道吧 这个最后怎么样呢 最后你得先能对自己人动刀 为什么 因为你对自己人动刀了 你才能对别人动刀 如果你上来就对别人动刀 人家不是说你这东西叫改革 人家说你这东西叫迫害 你对你自己动刀 共和党的人能听你的话吗 对吧 你动得了吗 你跟马斯克组织一个 这么讲 你跟马斯克组织一个效率委员会 马斯克当了效率委员会的这个部长 我妈 是不是 是不是那 效率委员会 是不是有一座驾 什么车 叫敞篷车呀 啊 你想想你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对不对 游戏规游戏规则 你破坏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当效率委员会 要真当了啊 真当效率委员会 这一块我妈你对 你也是头的 你也是头的啊 那到时候再慢慢看呗 对不对 反正他自己现在啊 虽然这不是说 反正有一点证实了吧 我跟你说的很清楚 他怕被换 他现在也说出来了 他不能这个输 他一定要赢 他太怕被换 对吧 这个话其实他已经说出来了 对吧 胖子不是给你瞎叨叨 对不对 就行了啊 后边的事后边是美事 可多了 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是不是 那后边是你说 要不跳个车吧 跳个车起什么样的 是不是都挺好的事啊 真的 好吧 那接这一集呢 就得给谢谢收看